杭州亚运今天进行到了是羽球的女单16强 台湾好手戴慈颖出战了日本美少女的选手大决 彩结果小戴16比21 14比21直落二爆冷门出局 他生涯最后一次的亚运止步16强 未免失利 再后戴慈也在脸书上面特别发文 他很自责向球迷们道歉 他写下 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感到很失望 辜负了大家的期待 没能在最后一届的亚运为中华队拿下一面奖牌 这是小戴今天晚间的最新心情 另外来看到是在南篮的部分 昨天击败了日本之后晋级了四强 不过今天在面对的约旦队的时候 第一节一度是领先 但是后半场在结束十分落后情况之下 最终是以71比90落败 那么6号下午要来争夺的是同牌战 中华队在上半场靠的是零 停牵拿下了12分 一度是领先了约旦 第一节只有以16比19落后了3分 不过第二节情势突然转变 约旦一度领先14分 就开始掌握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到了下半场中华队落后一度达到了20分 第四节两队的差距在扩大 拉到了28分 约旦最后就是以90比71 拿下了金牌战的门票 而中华队即将要来真的是同牌机会 中华队的赖祖恩今天在出战的是 全席男子63.5公斤的金牌战 最终是以0比5不敌蒙古的对手 拿下的是银牌 赖祖恩今天的对手是上一届 亚加达亚运的银牌 在第一回合结束的结果 五位裁判都判给了蒙古的选手10分 那么第二回同样是一面倒 那么最后赖祖恩就以0比5落败 中华队的全级亚运队史唯一的一面金牌 是张罗普在1958年东京亚运打下的 而本届最后的金牌希望 都落在了林玉婷女子57公级 明天还有机会可以写下历史 而在这个林洋配的部分呢 今天是来到了16强的部分 对上是世界目前排名第六的 日本组合宝木灼狼以及小林幽舞 结果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合 原因就在你呢 宝木灼狼身体不舒服 所以他选择退赛 所以林洋直接就晋级八强 他也接受我们的采访 对手身体不适吧 所以他们就退赛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等于是 多了一天可以休息了 多了一天准备的日子 因为明天是八进四很关键 明天一样可以跟林洋讨论好 面对对手的战术 那希望一步一步来 然后希望可以为台湾夺牌 王杰林他也分享了自己带的吉祥物 那么林洋配今天因为对手身体不舒服 所以多了一天的准备机会 那么他也提到 明天晋级的四强赛当中 张当的关键将会养足好体力 来全面备战 而台湾的羽球一哥周天成 在今天的南单16强部分 碰到了世界排名第92名的斯里兰卡选手 双方实力有一大差距 那么周天成就以21比16 21比10直落二胜出 直接挺进八强 周天成不管是在经验 或是在技术上面都占了上风 斯里兰卡选手 尽管在第一局前一度是有拉锯 但随后就被小天给赶上了 差距就直接拉开 到了第二局 周天成更是一路领先 顺利抢下八强的门票 而小天也成为了 我国第一年宇宙单打的夺牌希望